好的 那麼有位朋友給我們留言 他說 大家好 我是新移民 不是很清楚健康保險和牙齒保險 最近想拔牙 因為智齒長出來特別疼 他想說 買牙醫保險好 還是去診所 這個牙齒計劃好 還是直接跟診所商商量量付個現金就算了 我們趕快請出天寧保險張念廷 張先生幫他解答這個難題 張先生您好 你好 利亞早安 聽眾早 這個牙齒保險 牙齒保險要注意最大的關鍵的問題就是等候期 因為你個人的牙保 個人家庭的牙保要看你的病況 他要你等 保險公司說你投保的不是每個月在付保費嗎 可是根據你的牙疼的情況 他說要做這個治療 你可能要等三個月 那個毛病可能要等六個月 很可能還有的大的毛病 你要等12個月 那你要不要等 因為這個跟我們亞裔的 我們亞洲人的思維邏輯有點衝突 因為我們認為說我每個月都在付付保費 你怎麼不讓我做治療 你要我等 當然開始罵人了嘛 對不對 那這個都是硬規定 沒得討論的 因為牙保你要知道 它每個月的保費很低廉 那你做一個800、900的治療 你做完了以後兩個月 你總共付了三個月的保費 你就把保險取消了 因為你牙病治好了嘛 你把牙疼的毛病治好了 你說我還繼續保幹嘛 我傻了 那你把它取消了 那保險公司前後只收到你三個月的保費 而他付出去的是可能800、900元 那保險公司不做虧本啊 那保險公司願意嗎 他當然不願意 所以他叫你等啊 但是假如你參加的是公司雇主的牙保 那就沒有等後期了 你在3月1號生效的 3月1號當天就可以做治療 所以這個就是最大的差別 哦 好了 好了 明白明白